卢卡奇批判直接性的思维方式 他认为直接性的思维方式 是近代哲学的物化的思维方式 物化的思维方式 那么它和直接性的思维方式相对的 它叫中介性的思维 它把这个中介性思维 和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的散发 把它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 它以这个中介性思维 来散发马克思的实践的 这样一个含义 就是说怎么理解 马克思的实践作为思维方式 和作为存在的这样一个意义 作为存在的意义 他认为 他就说这个以前的哲学 就是近代哲学 无论是它是作为这个理性哲学也好 还是历史哲学也好 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有一个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呢 就是都是征询的直接性的思维方式 征询的是直接性的思维方式 而马克思呢 他通过实践 创造了中介性的思维方式 所以他说正是在强调 思维的中介性上 马克思使自己的实践哲学 和其他的哲学区分开来了 所以实践呢 代表了一种新的 这样一个思维传统 那么什么是中介性呢 就是作为和这个直接性相对的思维形式 什么是中介性 什么是中介性的思维形式 他认为了作为一种思维形式 中介性并不是要抛弃直接性 不是要把直接性抛弃掉 而是把直接性 作为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一个阶段 这个中介呢 是对直接性的否定和超越 中介性呢 是对直接性的否定和超越 那也就是说 直接性呢 它是表现为什么 表现为一个肯定 表现为一种肯定 而这个中介性呢 在这个环节当中啊 表示否定 否定 也就是说 既有肯定的环节 也有否定的环节 也有否定的环节 所以他在讲的时候 他说 他在强调了两者的关系的时候 就是说 直接性和中介 不是仅仅对待现实的客体 所采取的相关和互补的方法 而且在符合现实的辩证法的属性 以及我们尽量 与之相一致 所花费的这个努力的辩证的特性上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辩证法 也是辩证法 也就是说呢 每一种中介都必然产生一个立场 他说每一个中介都必然产生一个立场 从这个立场出发 中介所起的客观性表现为直接性的形式 直接性的形式 那么这个 他这个地方 他就讲 他说 那么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说 在这个立场上 中介所引起的客观性 表现为直接性的形式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中介他本身 他也是一个发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发动的过程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对这个中介性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的界定 其实包含了事成含义 包含了事成含义 第一层呢 他强调中介性的思维 是辩证的总体性的思维形式 总体性的思维形式 那么总体性的思维形式 他指的什么呢 就是在这种思维形式里面 他包含着直接性和中介性两个环节 两个环节 就是说直接性和中介 它是一个辩证过程的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 而且这两个方面呢 就要理解它 在认识中的每一个阶段 认识中的每一个阶段 都要什么 达到一种理解 也就是说这两个方面呢 它都是认识当中的 也就是说认识不只是一个环节 而是两个环节 这个环节呢 就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在这个地方呢 他认为啊 他说在这个直接性和中介之间 直接性和中介之间 中介是对直接性的超越和否定 所以它是积极的和能动的方面 所以这也就是说什么 要理解这个中介性的思维方式 最关键的是要理解否定这个概念 要否定这个概念 就是思维当中的这样一个否定性 究竟是什么意思 要理解这样一个环节 思维不论仅仅是直接的 直接的环节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呢 后来这个阿多尔诺在发挥的时候啊 他就强调什么 所谓这个直接性的思维啊 他把它开关为什么 同一性思维 后来法兰科学派那儿 把它开关为同一性思维 就是说所有的思维形式 你是按照这个逻辑学 就是说这个形式逻辑的方法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那么你说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当你在说这样一种直接性的 这样一个思维的时候 同一性的思维的时候 你整个哲学是吧 就是黑格尔的哲学 哪怕你是强调了否定这个环节 但是你是从什么 同一出发的 同一出发的 一个形式逻辑的 定义出发的 然后经过否定以后 你同样达到绝对精神 他整个运动是什么 绝对精神作为 这个就是说 自我意识绝对精神 作为一个潜在的一个出发点 然后达到最后的这个绝对知识 就经过否定以后 达到绝对知识 就是说整个的 他这种直接性的思维 他为什么说 近代哲学都是采取一种 直接性的思维方式呢 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啊 他始终是按照 形式逻辑的这样一个 原则 同一性的原则 来构架的 来构架的 所以他的思维啊 是不进入现实的 不进入现实 不经过这个现实的 这样一个否定的 所以他所表现的是什么 是一种概念的形式 是一种概念的形式 这样一种概念的形式呢 他是不能够进入现实的 就是说你的思想 他总是在思想里面走 而达不到现实 那么他强调 他说这个否定 这个否定的环节 中介性的环节 他是什么 所谓中介性环节 他说是对 直接性的这个超越和否定 是他的积极的和能动的方面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环节里面 他的这个规律 他是以一种矛盾力 是一种矛盾力 而不是一个同意力 也不是爱行政思维 是一种辩证的思维 是一种辩证的思维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强调他说是 辩证的总体性的思维形式 所以在这里面呢 他所强调的这个总体 不是一个无矛盾的 这个形式逻辑的 而是一个什么 辩证的思维形式 是肯定和否定的 这样一个统一 这是他讲的这个 第一层含义 既然这个第一层含义 他讲的是一个 总体性辩证的 总体性的思维形式 是在这个思维里面呢 是肯定和否定的统一 并且呢 否定呢 是更重要的方面 更重要的方面 那么这个否定 也就是说 它是能动的积极的 这个能动的积极 起什么作用 起什么作用 这就是他的第二个规定 第二个规定 他强调 中介是经验主义的总体性 经验是 这个 是经验主义的总体性 这就是讲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中介 他这个中介 他表现为什么 表现为一种 否定积极的和主动方面 那么这个积极主动方面 什么 它是超过直接性的 他说超越直接性是什么 也就是说超越这个概念的 这样一个范围 超越概念的范围 走向历史的现实 走向历史的现实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中介性思维 当把中介当做主导方面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什么 具体的现实性 具体的现实性 当做全部认识的出发点和基础 出发点和基础 就是说你的认识不断的要超出你的这样一个概念的范围 而走向经验的总体性 所谓经验的总体性是什么 就是说历史的这样一个复杂性 走向历史的复杂性 所以这样一种思维 它不是仅仅局限于概念当中的一种片面的理性思维 而是要不断的从概念 超越概念 走向经验的现实 走向经验的现实 走向复杂的历史总体 那么这是它的第二个含义 这样呢就是 这是它讲的这个中介性思维的第二个含义 第三个含义呢 它强调 它说中介性是对直接性的超越和否定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中介的人动的功能 也就是说呢 中介它作为一个经验的总体 它作为一个经验的总体 这个经验的总体它所呈现的是什么 我们说它走向一个经验的历史的这样一个复杂总体 那么经验的总体是什么呢 它认为这个经验的整体总体就是社会结构的总体功能 社会结构的总体功能 也就是说它在反应经验的时候 经验总体的时候 不仅仅是反应这样一个揭示这个经验的表象 不是揭示这个经验世界的表象 而是揭示经验现实的一个本质 就是它是揭示经验现象的本质 这个揭示现象的本质 经验现实的本质呢 就是对社会结构的总体的把握 社会结构的总体的把握 所以我们可以看它是一个直接的 这三个关系 它是一个递进的 我们在开阔的时候它是递进的 那么首先它是一个辩证的总体 就是说在这个思维的形式上 它是在肯定里面包含着否定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这样一个否定是什么 就是对于这个否定的规定 总体性作为 既然这个否定是主导性的方面 否定既然是主导性的方面 那么这个主导性的方面 那也就是说你认识的特性 认识的本质 都要通过这样一个否定的方面来加以说明 那么所以它第二个 它说这个否定的方面是什么呢 否定的方面就是指的经验主义的总体 经验主义的总体 经验主义的总体是什么呢 超越概念的这样一个直接的概念 同一性的思维形式 而走向什么 走向现实 所以它是以现实的具体 以经验世界为特征的 那么这就构成了它第二层含义 那么第三层含义呢 作为经验的总体 就说在否定性思维里面 经验的总体究竟是什么 经验的总体是什么 经验的总体不是经验的表象 不是这个经验世界的它的一种表象的东西 而是它的深层结构 深层结构 这个深层结构呢 就是社会结构的整体 社会结构的整体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 当它说这个 作为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时候 它把这个意识啊 阶级意识 所谓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意识 那么这两种阶级意识呢 都有虚假意识 是吧 都有虚假意识 那么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是什么 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是什么 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呢 就在于它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本质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 它的矛盾结构啊 它是不能揭示出来 所以它只能表面上反映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经济现象 就是它只看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 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背后 经济现象背后 所隐藏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 一个内在矛盾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 这个是经济学家 这个是资产阶级啊 它的阶级意识所揭示不出来 所以正是因为它没有反映 虽然它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呢它却揭示不了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后面的这个社会结构 总体是什么 也就是说它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所以它表现为虚假结构 表现为虚假结构 而这样一个结构呢可以说也就是说它在它的直接性的思维形式里面是揭示不出来的 或者换句话说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虚假意识啊 是和它的直接性的思维形式呢是相对的 是相对的 那么呃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对直接性的思维形式的这样一个超越 那么从这样一个直接性的思维形式呢 既然这个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是一种直接性的思维形式 是不能揭示社会的本质 那么能够揭示社会本质呢 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所以它说无产阶级虚假意识它表现为什么 表现为乌托邦 也就是说未来它的未来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它就它能够反映资本主义的本质来说 就它能够反映资本主义的本质 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内在结构来说 它是一个中介性的思维 就是说是依靠它的中介性思维来揭示的 这个和它的虚假意识不关 所以前面讲了虚假意识有无产阶级的虚假意识 和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之分 那么无产阶级的虚假意识表现为乌托邦 而不是表现为它不能揭示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本质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对这个中介性思维方式 当它强调这个中介性的思维方式 表现为一种应该 表现为一种对这个纯粹经验的 这样一个直接性的 这样一个超越和克服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定义为什么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所以从这个里面呢 它认为中介性呢 作为一种主体的立场 就作为一个阶级意识来说 作为一个主体的立场 它只能是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那么怎么样理解这样一个 中介性思维和阶级意识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怎么样来理解 这个资产阶级意识和直接性 间接性思维之间的关系 它有一个说明 它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社会存在按其直接性来说 按其直接性什么 作为它的经济形式来说 作为它的经济形式来说 对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来说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产生出来的 它们是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结构里面的 这个社会结构里面的 矛盾的两个方面 是吧 两个方面 所以这个直接性 也就是说它的这样一个 经验世界的现象 直接性呢 它和这个资本主义 就是说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说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 但是由于阶级利益的推动 由于它们的这样一个阶级利益是不同的 所以呢 这统一的存在 使资产阶级被禁锢在这种直接性中 所以也就是说 资产阶级由于它这个阶级利益所决定 所以呢 它只能看到直接性 只能看到直接性 也就是说 它只能看到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经济现象 经济现象 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呢 它却要超越这种直接性 因为它是否定的一方 它是否定的一方 否定这个资产阶级是什么 在这样一个矛盾当中 它是属于肯定的一方 出于肯定的一方 而无产阶级处于一个否定的一方 否定的一方意味着什么呢 它在一个中介性这个环节上 就是说它自身在否定性这个环节上 当它在否定性环节上的时候 它是不是要从否定的观点来看问题 就是说这个本来这个社会结构的矛盾 这个社会结构我们说了 刚才讲了这个间接性的这个思维 它本来是同一的 是吧 它本来是同一的 那么这样一个就是说 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都是这样的经济现象 那么在这个里面 但是它们在社会结构当中 社会结构当中 它的这样一个地位是不一样的 那么资产阶级它是什么 它处在肯定性的这个阶段 所以这个肯定性 它处在这个肯定性这个阶段 肯定性这个阶段 作为无产阶级 它在这个地位上和它的利益相关 它是不是只是什么 只是能用这一个决定呢 只能用一种 直接性的思维方式来看问题 它在肯定的方面 它就不可能什么 看到否定方面的这样一个力量 它不会想到什么 去否定这样一个世界 所以它是一个肯定方面 这一个就 也就是说 它本身就站在这个思维的 直接性这个层面上 所以它只可能是直接的 只可能是直接的 但是和它不同 无产阶级它是什么 在这个社会结构当中 它是站在否定的这一方面 既然它是站在否定的方面 也就是说 它是站在什么 中介性的这样一个方面 在这个中介性的方面 那么既然它是站在 中介性的方面 所以它就会什么 对中介性 就要关注这样一个中介性 关注这种中介性 那么它要看到这个 中介性和否定 这就形成是什么 在思维上 就要看到历史的辩证特性 我就要看到这个历史 虽然我现在是一个 肯定的方面 但是我会从否定的 我是在否定的方面 但是我要把我的否定 变成肯定 要实现它 所以在这个里面 它所看到什么 它就必然要超越 这种直接性 所以它就讲 必然要超越这种直接性 而这种直接性就是什么 就是历史过程的辩证特性 就强调历史的在过程辩证特性 而在这个特性当中 每一个因素的中介性质 都更加不可阻挡的 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中 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否定性的这样一个方面 中介的每一个因素的否定性 那么都要在无产阶级的 社会存在里面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 无产阶级都要达到它的实现 它在否定上的每一个环节 它都要达到一种自我实现 都要表现出来 所以呢 它说 每一个因素 只有在中介的总体当中 才能得到自己的真理 和真正的对象性 那也就是说什么 社会的本质 这个社会的本质 经验的总体 它的 也就是社会结构的 这样一个内在矛盾 它的肯定和否定方面的 内在矛盾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也就是说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 经济的和阶级意识之间的 这样一个冲突 这样一个冲突矛盾呢 它就必然会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 建立起自我意识 所以自我意识 就是说 无产阶级 活得自我意识 什么叫活得自我意识呢 就是自身对自己阶级 在这个社会地位当中的一个确定 一个确定 那么这一个呢 它就是要揭示 这样一个社会的本质 它只有揭示了这个社会本质 它才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前头 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前头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强调这种 中介性的思维 中介性的思维啊 就是讲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讲的这样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